梁女士说 她当时买的绿城全运村小区是精装房 这水管都是开发商选用的材料 并且给设计预留好的 可住了几年之后 梁女士家的卫生间却频繁发生漏水问题 梁女士之前自己修了几次 算是解决了问题 可是最后这一次 漏水问题已经不是简单维修就能够搞定的了 要想要修好的话 就得大动干戈 把墙壁里的水管都给更换一遍 这工程可不小 这也着实让梁女士犯了难 那她究竟该咋办呢 因为漏水的地方需要一个大工程才能维修 造成了水管难以维修的现状 这已经影响了梁女士的日常生活了 厨房的热水我已经两三年没用了 因为什么 就是所有的热水管道都是我顶房 如果顶房那个弯头再漏的话 那就睡到我顶红圈那边 所以说我厨房压边不敢用热水 再一个是 就是为什么说它严重影响我生活了 就是整个热水我是根本用不了的 大工程洗完我得用凉水洗 父母来都得带着匹手操用凉水洗完 已经三年了 就非常影响生活了 对的 就是热水用不了 一用就漏 并且烧热水 我不能烧到40度以上 烧到40度以上 涉及到漏的一种研究了 梁女士说 她除了不敢在厨房使用热水外 在卫生间也不敢用太热的水 是这样 你比如说洗脸或者洗手 或者说刷碗 咱不用热水还可以磕住 对 那您洗澡呢怎么办 洗澡我就是烧40度的水 然后洗到一半 然后再穿上衣服再等 再烧第二次 超过40度这个管子就一定会漏什么 超过40度漏得非常严重 不超过40度可以快点洗的话 如果就可能漏得不那么严重 但是也涉及到地窗一踩就能冒水 所以我现在经常很少在家洗澡 为了证实她家的漏水情况 梁女士当即给我们打开了热水管 梁女士给我们介绍呢 为了防止漏水 她平时呢都会把这个热水管呢 就是处于一个灌闭的状态 那么刚才梁女士跟我们试验了一下 把这个热水器和热水管打开之后呢 马上我们可以看到 上面的这个管道呢 已经开始往下滴水了 之前是没有滴水的状态 水管打开之后 马上就开始滴水了 果然在打开热水管不久之后 记者发现 梁女士家卫生间的顶棚开始漏水 不一会儿水就顺着墙壁流到了地砖下面 踩上去后 地砖的边缘上就出现了 冒水的情况 所有的热水用的时候开 开那个热水器的管道 不用的时候必须管 要不然这已经漏水了 镜上面全是水 当然再是滴水 就是只有用热水的时候 才发现它会漏吗 用凉水呢 用凉水有时候能发现漏 有时候不能发现漏 据梁女士说 现在漏水不光是影响它的生活 长时间下来 卫生间漏水的问题 还蔓延到了屋里 但是这种渗水会导致空间砖里头有很大的湿气 现在你可以看到墙壁 现在那些湿气往上反潮 整个墙壁就起皮 已经看到这个是壁纸是吗 这壁纸全部发现 这壁纸已经起开了 对对对 这种状态 因为我不敢碰 一放下面那个霉 霉菌还有这些墙壁 这个已经能明显看到这个有之前就是 气室的热水 对 它不是泡出来的 它是慢慢渗水以后往上反那潮气来呕出来的 就是现在我不敢碰 一放地又全渗了什么 我为什么不敢碰 这种情况是多长时间之前 两年两三年了 两三年 对对对 我向物业报我 物业说这不是楼上漏水的事 是你家渗水导致的 因为中间的墙都是空间软 所以渗出来的水往上反潮的时候 由于那个地热 冬天地热一直往上反 反而会成为这种情况 并且现在上面已经是白毛了 还有那个青毛 两女士家的卫生间 刚好夹在两个卧室之间 现在因为漏水的问题 已经导致了卫生间门框开裂 卧室内墙体的发霉 甚至已经开始向客厅蔓延 住在天上里头 只能住在天上里头 对对对 因为两个房间卧室吧 咱们都知道 卧室封闭比那个天上里封闭力更严重 所以就是怕有一些 你都知道 霉菌一些什么 对呼吸道啊都有影响 然后 这个房子是多大的面积 106 106平 对对对 有几个房间 三个房间 三个房间 主卧 次卧 还有个宿房 还有一个宿房 对 那现在主卧和次卧 不能住人 都不能住人 对 因为是介于就是 那个怕自己呼吸道 或者亲人呼吸道有问题 所以屋里没法住人 那就相当于说 现在就是106里平的房子 没有卧室可以住 没有住在天上里 因为卫生间漏水 严重影响了梁女士的生活 所以她也曾考虑过 卖掉房子不在这住了 那个我当时觉得想卖了 因为什么 这个资料问题一再地出现 并且反复地出现 没个头 我想卖了 但是真像那个 你们都说的 如果房子现在已经到这种地步了 想卖想出手 也没人敢买 所以说我卖也卖不了 是我自己注意注意的 这个我弄得左右为难 实在不知道怎么做才好 梁女士告诉记者 后来她了解到 小区里不止她家漏水 还有的人家 也存在和她家一样的问题 再回想起之前 维修师傅跟她说的话 梁女士觉得 如果真是因为管子的质量 不过关的话 她很难接受 包括很多家里 都是卫生间 包括我们家对门上 都是整个卫生间 顶空全部换 管道全部换 自己出钱把这个 对 对 就是为什么是 我为什么是觉得 有点那什么呢 就是本来不是我们的错误 我认为 不是要专家怎么鉴定 本来不是我们自己错误 我们是消费者 我们花了这份钱 至少咱不说 多能保证我十年以内得安稳 也行 咱不说可能是 正常的老话都很自然 但是我只是不过不理解的是 就是一个管道 它再次也不能说一踩 就是成为粉末 随后记者也采访了几户小区居民 大部分的居民表示 没有漏水的情况发生 但是也有的居民说 之前漏过水 漏过 是上边漏 上边漏 不是下边没漏 就是棚顶漏水 棚顶漏水 也是在卫生间是吗 对卫生间 洗手盆那个地 然后后来是物业给维修了吗 维修了 然后后来就好了还是怎么样 后来就好了 两次 一共两次 听那个维修师傅 您说过吗 她这个什么问题 那我都不知道了 那我不知道了 因为啥 孩子经手啊 我就搞知道漏水 但是具体收 修完了以后 怎么情况 那我都不知道 是哪个漏 是管道 还是开关 是咱 那我都不知道了 那梁女士家的漏水情况 究竟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对此物业又是怎样说呢 在小区里 我们也找到了绿城全运村小区的物业 物业的工作人员接待了我们 这个东西呢 你过了16年 14年1月7月1号 又住 16年7月1号 就能够保 正常来讲 162年够保 嗯 包到物业也行 你包到物业 物业是包个地产的 也是包个地产的 因为地产它有防修 维修的 再保嘛 再保保住期间 是伺候单位来辅助 嗯 你包到物业 物业就包个地产 包个地产 第二块物 第二块物 给这个维修队伍下载他们来修的 嗯 你破绑了之后 你放了一个破绑了就过 嗯 嗯 明白明白 是这个意思啊 因为当时我去你家的时候 你往咱俩落嘛 这边是我忘记了 我和陈丁也不是去你家嘛 对对对 去的时候不是 那个 我让师傅应该是给你看的吧 看的时候 说你家自己的水管漏了 是把墙给那个水管 对对对 我老师那边墙底子起来 对对对 那是什么 咱们自来水管那个漏嘛 对不 对 漏的时候就是 你当时不已经过保了吗 还是我还跟你早上说 你看看修不修 然后自己花多少钱修 对我后来 后来我自己早上修 后来就解决 那就先不过去吧 那个时候 去的时候 最开始反应过来的时候 就已经是过保了 已经是过保了 因为那个室内给墙管这个水 都是两年质保的 两年呢 对对 后来就一直说过保了嘛 然后我就紧见人 然后看到多少钱 物业的工作人员的工作人员表示 之前梁女士来报修 卫生间管道漏水的时候 就已经超过管道的两年质保期了 地产方不给维修的话 就只能是梁女士自己负责 不过物业经理也表示 如果梁女士家维修工程不大的话 她们也可以帮忙 物业制作公务区域 不美 关键门 杨门说立即全是个业 我制作公务区域的这个社会 你信不信吗 过完疫情之后 我时光这么大了 我可以去家去看一下 如果非常简单的事呢 就打比方就花了多少钱 非常简单的事呢 我心里能帮 就额外出 春春帮忙 是啥的 我是物业的业主 我俩就直接 我能明白 直接我们的工程桥梁 我就纯实帮忙帮你看着看 如果说很小在家 我就可以帮你做 如果是花钱挺多的 我去做 这是一道抛砖的 所以工程挺慢 你车抛砖的不得意了 打开玩戏完的不得意 汇丰的那桌我上哪儿给你玩 对 你撒个队友对的 那我说完了 我占身了 物业的态度 让梁女士心里 得到了一些安慰 但是如果真的 像之前的工人说的 管道质量要是有问题 那么将来 是不是还会有隐患呢 随后 我们又找到了 绿城全运村的售楼处 找到了地产这边的客服人员 了解相关情况 对方表示 房屋内使用的管道 都是合格的产品 合格证书 以及当时的质检报告 都是按照要求提交了的 他们的水管质保期是两年 也符合国家的规定 现在梁女士家的水管 已经过了质保期 只能是由梁女士自行维修了 都市生活会的记者查询了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第40条中规定 在正常使用条件下 电气管线给排水管道 设备安装和装修工程 最低保修期限为两年 那么像梁女士的这种情况 又能否得到一定的补偿呢 记者也咨询了律师 这个要根据我们国家的 法律规定来看 那么从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以及住宅室内装修装饰管理办法 还有这个房屋建筑工程 质量保修办法的相关规定 这个两年是符合法律规定的 这个要根据这个开发商 或者是中央公司 与这个当事人签订的 这个相关合同 这个本来就约定的情况下 那么可以根据这个装饰装修的 合同约定来进行处理 但是这个合同约定呢 是可以保修年限 是可以高于这个法律规定的范围的 那么法律规定可能是两年 那么中央公司有可能 这个约定的保修期限在两年以上 三年五年 也有可能是终身 那么如果有合同的相关约定 根据合同相关约定 来这个履行即可 如果根据合同约定呢 超过这个期限了呢 那开发商可能就没有义务 去对这个损坏进行维修了 那可能需要这个当人自己 通过这个寻求物件的帮助 找到相应的维修工人 来进行帮助维修 但是费用可能要自己承担 如果这个当人认为存在管道啊 以及这个排水啊 给水管道啊 存在重要问题 可以寻求相关部门的这个鉴定 如果鉴定一旦 鉴定认为这个管道 确实不符合这个国家的相关标准的话 那么可以向这个开发商 或者是中修公司来进行索赔 购买了轻装修的房子 如果说不能眼看着施工 那安装在墙内的管线质量 究竟如何就无法判断 像梁女士这样 过了保修期 如果想找开发商维权 就需要拿出来管线 有质量问题的证据 才能做好维权 好在现在物业呢 也答应了帮助进行维修 在这儿 我们也想告诉 有类似梁女士这样遭遇的朋友 遇到问题想维权 还得赶早 避免时间长了 合同过期了